手機遊戲《Pokemon GO》 《精靈寶可夢》 在華人圈也引起了很大的迴響 在華人聚居的地方 像是蒙特利公園市 就不乏看到民眾 拿著手機邊走邊滑 對於近來傳出 有些玩家因為玩遊戲而出了意外 玩家表示 那些都是個人疏忽的問題 與遊戲本身沒有太大的關係 在蒙特利公園市的市府前 這個低頭滑 那個也低頭滑 即使天氣非常炎熱 《Pokemon GO》 《精靈寶可夢》的玩家 躲在輸贏下也要繼續玩 這款手機遊戲 在北美以及紐澳一推出 就掀起擋不住的熱潮 而玩家年齡 從小學到退休人士都有 而且各自都有喜愛 這款遊戲的理由 你可以往外這樣子走來走去 然後可以找到這些Pokemon 然後就知道它們很好玩 他告訴我說 他走一個小時 他好像才走十分鐘 然後他就說 他找到好多好多的Pokemon 文化平常叫他運動 他會說好累喔等等的 所以我覺得還蠻支持他的啦 至於近來傳出不少因為玩遊戲而出意外 等等負面消息 玩家認為這些是個人問題 無關遊戲的設計 目前精靈寶可夢在亞洲國家只有日本開放下載 相信等到台灣 中國大陸等地區也開放之後 又會掀起另一波熱潮 而香港則是在今天開放下載 而這款遊戲也算是正式地進入大中華地區 我們來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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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